来手残的粤埋菌 喂 英哥 你说 有声音吗 有声音你说 那个今天我跟那个一般的人不一样 我就是抱着一个求学心态来的 就是我也是你 也算是你的粉丝 就是你平时你发的很多视频 我也特别认可 但是我今天想问个问题 我们国家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吗 是啊 那么如果我们言论自由的话 能请求英哥 说一下我们大哥的 之前的 两条错吗 这些敏感的话 线下可以说平台不可以说 不能聊是吗 不是不能聊 就是言论自由是建立在什么上 是建立在你跟我面对面 说话的自由权 不是说你在平台上说什么 平台有平台的规则 对吧 当你注册用户的时候就说了 那宗教啊敏感这类东西是不能聊 不能聊的 这是平台的规则 你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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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那回程关小点 你先 你现在上你爸那屋 跟你爸就盘腿开始唠这些事 没人管你 你俩在楼下唠 别人听着 其实也没人管 也没人管你 这个我懂 这个我懂 就是但是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 也就是说 你所谓的要求的言论自由 是说课堂上不能说话 但是我有言论自由 我一定要在课堂上说话 对吧 你上学的时候跟老师教着过这个事吗 我们拥有言论自由 我们拥有言论自由 为何上课堂说话 是 为什么现在跟硬哥就不能说这个事呢 因为这是平台呀 我在直播呀 所以说平台的话 那平台既然不能说这个平台都没有自由的话 那是为什么平台没有自由 是不是还是因为 因为首先呢 在你聊一些绝对顶尖的话题 绝对敏感的话题的时候 首先你会不会 你看又给抬了吧 就是你有没有资格说这个话 很重要 知道吧 只能说你有没有资格说这个话 等审吧 这理解能力正常 能够纠结这件事的人 他们的理解能力就是仅限于此 审的吧 这都老陈年烂调 但是确实月初有活 实话实说 这老陈年烂调话题 非要在人平台上讨论言论自由 你说你可家说没人管你吗 不行 我必须给平台上上船下跳 感谢比里巴里泡车 感谢小米演员不大泡车 对不对 再一个 能不能列举一个 不让谁说 谁被怎么判的了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 哪有哪有管你啊 你说吧 对吧 你要说错了 你造成负面影响了 该追究你责任 追究你法的责任 对吧 你造谣肯定不行啊 否则你正常 你私底下你乱来聊聊 平台不让说还不行啊 又开始了 这是人工举报了 这是人工举报 等会吧 夜处有稿费 不但有稿费 还有举报费 还得点举报 我身为一个马上就要直播两周年的主播啊 什么敏感词啊 也好 啥也好 我是很有分寸的 我说白了 我很有数 什么是敏感词 什么是敏感事 这我是很 我是很 我自己心里面还是很清楚的 对吧 这个刚才这个是啥情况呢 是叫批量举报 明白吧 那我们在刚才图片什么的这种人工审核 也就是说你的批量举报成不成功 明白吧 所以说呢 你们也不用跟着进来 跟着反串黑 跟着喊 我们在座 在座各位这直播间什么 但凡粉丝登牌过时级的 没有一个是不懂怎么回事的 你们切记 你们越这么干 就证明啥呢 证明我说的越对 你越反驳不了 因为能反驳你早上卖了 那你至于说 你说那我反驳不了 我干个这个行不行 行 尊重你们 你们有这个自由 那毕竟你是咱想话 杀人不过头点地 说上来光光给一顿课 大家还笑你 然后我又说 又说不过又说不懂 那你说我别的不会 我就干点这个行不行 行 尊重你们 给你们这个 给你们这一个唯一的选泄口 要不然咋办 对吧 还不让你活了 是吧 明天真是 变成了 我 不是 那我 不是 在寐 在寐 就 幻融